李冰冰 李冰冰今日以代言人身份 来香港出席终标活动 最近冰冰主演的 外国电影《极刊巨沙》 全球票房超过五亿美元 不止这样 外国影评网站开放 用湖头漂深水演员 她的排名都因此攀升到第十位 是唯一一位华人演员 能够有这个成绩 我觉得很幸运 然后挺开心的 就觉得还挺骄傲的 挺争气的 谢谢你们 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我们 我们跟剧组还有华纳 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高 超出我们的预期 所以现在票房这么好 也特别高兴 然后在这里也谢谢我们媒体的朋友 还有香港的朋友对我们这个电影的支持 听说电影都在 在囚备着续集 并并又会不会参演 当然好了 就是还是要看一下角色写得好不好 那么这一次其实我觉得 我还是蛮开心 我的这个角色在巨齿沙里面的表现 如果你看过电影的话 那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他非常的独立 然后呢又很有头脑 然后又很强势 所以就是一个好的角色 会让你在一个电影里面更有光彩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角色写得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巨齿沙还是可以 是一个可以拍续集的IP 不过听说参演这部电影之前 都跟经理人妹妹吵过 现在背都抵抬了 对了 是我吵了 刚才去年拍的时候呢 不是去年了 2016年吧 拍的时候 那个时候状况不太好 就很抗拒 所以我要感谢我的经理人 也是我的妹妹 就是她在我泪流满面求她的时候 她都还说你必须去 所以现在她还是赢了 这个戏票房也好 然后大家反响也还不错 然后评价也还可以 所以还是挺值得的 对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个人也是有提升的 看到就来中秋节 并并又会怎么过呢 我这两年都没有跟家人过上中秋 拍这个戏的时候也没有过上中秋 正好是中秋节离开的 那希望今年我可以跟家人和父母 一起过中秋节